好那易善你怎麼觀察 一方面這個柯文哲給郭台銘 留了一個話說心想事成 另外一方面好民意評論 藍白河是不負責任的政治組合了 那郭台銘現在的處境 確實需要台階下 可是柯文哲呢 現在的這個算盤 事實上還兩邊都在批 對我要先在講藍白河之前 因為說郭台銘是老情人 其實更老的情人叫民進黨 所以今天賴清德罕見的罵了柯文哲 說柯文哲亂講話 所以這件事情因為跟我有關 柯文哲最老的情人初戀是民進黨 然後郭台銘是前任 然後現在是憲政上映中是政黨 這個是假 所以郭台銘叫做開放宿初戀 所以他沒有叫好就位 所以他連老老情人 就是最老的情人都要吃他豆腐 所以你看那個 所以這件事情因我而起 所以王定宇要出來負責 所以我一定要來負責說明一下 第一個賴清德講說 柯文哲在專訪的時候說 他做三分之一版的 而且說柯文哲 他登門拜訪柯文哲 柯文哲常常用貶抑別人方法 來墊高自己 其實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一定要出來說明 因為這個行程是我安排的 其實中間是透過了葉菊蘭的作動 因為葉菊蘭他那時候 沒有什麼任何政治職位 然後住在台南嘛 所以由他來作動來說 他是說中間人啊 除了拜訪葉菊蘭來幫忙尋覓 因為剛上任2015年剛上任 其實跟民進黨的氣氛都還不錯 所以我聯繫了葉菊蘭 葉菊蘭說啊 我跟葉菊蘭講說 那要不要在 因為在地市長是賴清德嘛 是不是請賴清德也一起來 然後王定宇作陪 所以王定宇今天 出現了一張照片 好 2015年來 2015年的時候 賴清德跟柯文哲吃飯 然後旁邊有王定宇 所以來導播我們帶一下這張鏡頭 這張鏡頭是一個 這一個側寫的照片 賴清德對面是柯文哲 賴清德的左邊 那一個側臉是王定宇 所以他們吃了這段飯 然後這張照片是當年 在葉菊蘭家裡吃飯 沒錯 柯文哲這張照片 就讓柯文哲嘴了將近八年 為什麼呢 他從一上 這個行程結束之後 上高鐵回台北的時候 他就跟我嘴了 嘴說賴清德做板凳做三分之一 吃飯都很規矩 還穿西裝很ㄍ 我一個人吃飯沒有吃樣 他當然不會講沒有吃樣 我吃飯很快 然後那個做事沒樣做事 就凸顯這兩個性格上面的不同 但是他最近在專訪裡面 都特別去強調賴清德板凳 只做三分之一嘛 所以賴清德才特別講說 歷史上有紀錄做三分之一板凳 叫李登輝跟蔣經國嘛 也就是說 柯文哲透過做三分之一板凳 其實在貶抑賴清德 在凸顯他自己是蔣經國嘛 所以賴清德才說 你不是蔣經國 我也不是李登輝 所以你不用透過這樣的手法 去貶抑他自己嘛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 這幾張照片 就是他們當時吃飯的照片 其實這是很普通的吃飯照 那賴清德那張照片 手有拖下巴 這一張是三人合照 其實照片上是看不出來 做三分之一啦 這個就是普通聚餐在拍合照嘛 沒錯 那你的意思是說 坑澤每天嘴他說 賴清德坐椅子只做三分之一 而且是坐板凳 事實上並沒有這樣 並沒有這件事 他只是要凸顯 用貶抑賴清德的方式 來凸顯他自己嘛 而且第二個 他其實這這段話 只凸顯這兩個人的性格 其實我常常講 一個叫做守規矩的人嘛 一個叫做非常不守規矩的人 讚沒讚樣 吃沒吃樣 做沒做樣嘛 這是柯文哲嘛 連雙十國慶的時候 都可以打他見不遮掩嘛 這個就是柯文哲 但是賴清德來講 他即使是這樣的一個餐會 他因為去跑行程 你看他都西裝鼻涕 他說他是跑完行程 過來這個場合 所以他西裝鼻涕 也就是說賴清德面對外面的人的時候 他一定會保持這個形象 但是我要講 這件事情剛好凸顯這兩個政治領導人風格的不同 而這個風格的不同 我們要去決定哪一個風格可以代表台灣嘛 你接見外賓的時候 你要是柯文哲這個樣子 讚沒讚樣打哈欠的人 去面對所有的台灣的國際外賓 還是賴清德這樣子西裝鼻涕 可以代表台灣國家門面的人 去當我們總統呢 再來就是說 這兩個人的嚴謹性 柯文哲的講話 其實常常會不求聖解 而且用自己的理解 去詮釋別人 詮釋所有的事物嘛 但是賴清德 連這件事情 我都非常佩服賴清德 因為我都已經忘記了 到底為了什麼事情 去找葉菊蘭 因為我安排行人都忘記了 賴清德還非常清楚的記得 是為了找徐密副市長這件事情 去找葉菊蘭 也就是說從這種話裡面 就可以看到賴清德對每一件事情 他記憶的理解 跟所謂的事實的符合 而我們一般人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更不用說柯文哲 拿出來就是亂講話 拿出來就亂講話 所以這點就代表 兩個領導風格的不同 那賴清德 除了講這件事 他也說藍白河就是在不斷的吵架 讓他們執政還得了 現在就在吵了 那藍白河本身就 不具備有合作的可能性嘛 因為雖然基層 藍營基層裡面會認為不合一定不會贏 但是所有藍營白高層都在算著 合了一定輸 為什麼叫合了一定輸 叫做權力的失去嘛 為什麼藍營認為合了一定輸 侯友宜落選可以 但是我國民黨不能被你柯文哲吃掉嘛 所以侯友宜落選下一個會更好嘛 韓國瑜盧秀燕 都比侯友宜更好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把整個國民黨讓給你柯文哲嘛 柯文哲也是一樣啊 如果我今年這次不選 我整個民眾黨跟柯文哲就消失在歷史的政壇裡面 首戰集中戰 所以根本就是為了一個不可能合作的來談這個分手的理由嘛 所以分手的理由現在吵來吵去 其實今天有一個周俞修特別點一下 他突然也有跟林北好友一樣 也有民進黨黨政了 所以藍白終於有共識 這個都是一切都是民進黨的陰謀 因為周俞修談判代表竟然是民進黨的黨員 另外一個叫黃珊珊 其實他也有親民黨的黨籍喔 所以兩個一個親民黨一個民進黨去談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 應該要不要跟國民黨來談判 這個是怎麼樣一個談判我要講的 所以好民意才會用不負責任的政治組合肉形容嘛 沒錯 所以這個才會讓你覺得說原來你國民黨或者是 國民黨至少是一個秘書長一個是叫做總幹事去談 至少人家是有制度的 但是你民眾黨你的談判代表到底代表誰 到底代表的親民黨代表民進黨 還是到底代表民眾黨還是柯文哲 完全沒有辦法有任何的跟社會解釋的能量嘛 因為柯文哲其實把所有這些人 所有的政黨都拿成當成是他奪取權利的陰謀而已 包含郭台銘 其實跟郭台銘這些眉來眼去 所謂的那個劈腿郭台銘 其實都是為了接下來把所有的責任推給國民黨嘛 因為兩個被拋棄的人站在一起罵的時候 喔那聲音就大聲了嘛 罵說就是因為你拋棄我 所以我們兩個在合在一起 所以郭台銘也是柯文哲去利用來 去把所謂責任推給國民黨的一個旗子 而他的目的不但是要極大化所謂的棄保這個效應 更要把郭台銘的所謂的支持者的選票拿到他身上嘛 那最後他來操作所謂的棄保 他才有勝選的機會 所以連郭台銘我覺得如果你跟柯文哲這樣 沒來眼去下去最後也是被柯文哲玩掉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好嗎